第15题 阿中将某液体分次倒入量桶中 使用天平测量量桶与液体的总质量 并记录量桶中液体的体积如下表 则某液体的密度因为多少每立方公分克 我们可以看到表中显示 我们的这里的液体如果增加10毫升 质量呢会增加14公克 这边也是增加10毫升 质量增加14公克 增加10毫升增加14公克 也就是说 14毫升的液体的质量有14公克 根据公式D等于V分之M 我们的体积是10毫升 质量是14公克 所以算出来的密度是1.4 所以第15题问我们说 则某液体的密度因为多少每立方公分克 我们答案选的是A 1.4